因为抢劫被关了13年 嫌犯才刚假释出狱 却因为缺钱花用再度犯案 来看到这名毛姓嫌犯 他昨天凌晨4点的时候 是持着菜刀去超商刑抢 但只得手现金400块 跟少量的游戏卡 价值是约1000多块 而抢劫之后 他就骑了U-Bike逃逸 警方调阅监视器之后 当天的中午就在西门町 逮到了这名嫌犯 假释出狱不学好 如今又得被关 戴着口罩帽子 遮住整张脸的男子 原本在超商结账 却突然拿出包里的菜刀 嫌犯搜了两个柜台的收银机 却只得手400多元的现金 跟少数的游戏卡点数 价值约1000多块 才走出超商 这时店员赶紧报警 嫌犯出了超商后 小跑步去签了U-Bike 一路骑到市民大道 事发是在大同区的超商 他持刀刑场后 骑U-Bike逃逸 最后他在市民大道 转乘計程车 坐去万华区的三温暖 但凌晨四点犯案 警方八小时就逮到人 原案这名毛信嫌犯 有著菜刀大道之称 他95年到96年 就在双北地区 抢了十二间的超商 被判强盗罪二十年 关了十三年后 在今年五月假释出狱 没想到又因缺钱花 用再度抢劫 这回恐怕又得回笼被关 华视新闻 请用梁洪志台北报导